歡迎收看正正有吃 我們常說有土是有財 所以買賣房屋或租房屋這些事情 對人一輩子來講 當然都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從年輕開始 你因為資金不足 你想要有一個好的環境 你可能會選擇租屋 全台灣據統計的話 租屋人口大概就有三百萬 你說在租屋的房子 那個屋況怎麼樣當然重要 但是租屋的人都知道 房東怎麼樣可能更重要 好不好 那如果碰到好的房東 可能帶你上天堂 不好的房東 你住在那裡住多久 你就會測行多久的感覺 好 那如果講說房東很重要 當然對房東來講 我覺得我的成租戶才重要吧 我的房客 如果要是你搬走的時候 那個房子搞得一團亂 或是你付了第一個月租金 第二個月租金 然後你付了幾個月後面不付了 我也很麻煩 好 房東房客各有一些想法 可是如果對買賣房屋來講的話 當然我每次在節目裡面都聊到 你只要買房子 很重要一點 第一個 是不是兇宅要先問 第二個 千金買屋萬金買鈴 左鈴右舍的一些環境 也非常重要 不管買屋或是你要租房子 仲介非常的重要 你找到什麼樣的好的仲介 他可以幫你解說得非常詳細 會非常的負責 你如果找到那種一推二五六的 那又怎麼辦呢 好 今天在節目現場 為你邀請到一些特別來賓 有房東的代表 有租房子的代表 有仲介的代表 也有房屋的達人 你這輩子要買房子 租房子的事情 就看這一集就好了 OK 好 來 一開始為你介紹 左手邊 第一位為你邀請到的是 他今天的身分是 房東代表 來 林玉峰 大家好 我是房東代表林玉峰 他是真的房東代表 他有很多房子在出租 OK 好 接下來為你邀請到的是 房東代表Ricky 大家好 我是房東代表瑞琪 右手邊為你邀請到的是 你對他非常的熟悉 OK 房東達人 十位 大家好 好 接下來這位呢 你在節目裡面常看到他 他今天的身分 是租客的代表 OK 林玉恩律師 大家好 律師當租客的代表 因為我是北漂族 所以我在台北租屋 有二十幾年的經驗 但最近也以改為買了 所以我是租客 再加上買方的代表 玉恩既然有二十幾年的 租屋這樣的經驗 可能也經歷過很多的房東 對 所以對房東的感受上 也會非常的深 那如果真的講說 不管是買賣房子 你不管是租還是賣 說實話 一鋒 如果真的碰到這種房子 法事辦了三次 而且告訴你只能現金交易的房子 因為他是個超胸宅 但妙的是 房仲帶你看 他不帶你上樓 對 你自己上去看 對 我在下面等你 凶宅可不可怕 凶宅當然可怕 但窮比凶宅可怕 對 所以在臉書上面 就有人PO了一個房子的訊息 但是裡面沒有照片 他就簡單的幾個字 他說桃園平鎮 電梯大樓 有電梯的雖然沒有車位 可是二十六坪兩房 賣多少錢 賣三百多萬 大家想說 哇 這個只要三百多萬 雖然是三百九十八 但是接近四百萬 但是只賣三百多萬 大家覺得怎麼那麼便宜 然後下面就有老司機就說 你這該不會是兇宅吧 房仲就說 不 他只是一個有故事的房子 然後大家想說 你有什麼故事 來大家講清楚啊 就有其他網友 在貼了一個新聞 那個新聞其實就是 大家網友很厲害 會慢慢比對 桃園平鎮 然後慢慢說說說說 就是有一個男生 然後他有一些心理的障礙 有一次跟媽媽吵架 媽媽已經六十幾歲 然後這個男生三十幾歲 一直沒辦法出去工作 那一氣之下就殺了媽媽 這還不夠兇嗎 對啊 這個應該就是很有故事的故事了 那是鬼故事 對 這有鬼故事了 他很兇對不對 但是沒有嚇壞大家 因為他只要三百九十八萬 如果低價 你剛剛講窮更可怕 所以還是有人會常賣 對 然後大家講說 那裡面有沒有一些禮異現象 然後呢 這個房仲就說 當然沒有啊 法事辦了三次 大家就想說 對啊 你辦三次 你辦到三次 怎麼會沒有一些特別的現象 要是沒有的話 一次就進化完成 對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後面就有人在問說 好 那我們要怎麼約 然後這個房仲其實也是 麻薩利 就給他正確的地址 因為前面的故事 已經被弄出來了 然後後面就是PS 我在樓下等 你可以自己上去看 所以大家講說 那這樣子到底還要不要去啊 可是呢我在想 這個還是很多人有興趣 可是呢他後面呢 這個房仲也提醒 只能現金交易 他不能貸款 不能貸款 因為他就是 很有故事的故事屋啊 蛤 故事屋不能貸款 對 因為他有故事 然後呢 又有新聞的披露 然後呢 又有特定的網站 已經把它比對出來了 所以呢 如果你把這個地址 Google進去 為了Google大神 他就會跑出來這個新聞 跑出來這個新聞 在見價的時候 是不是就比較沒有辦法 OK 這可是剛才 剛才玉峰一開始就講 可是有些人如果要是經濟狀況 或是講窮更可怕的話 對 你低價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 專門買賣凶宅 也有這樣一些人 是 但問題是 什麼 這樣房子又只能現金交易 法事辦了三次 雖然價格低 如果問你買不買 其實知道嗎 現金交易 然後你又窮到 只是要鬼 這是兩個矛盾 你已經很窮了 你怎麼會有現金買房子呢 是啊 對啊 所以這是不可能存在 那頂多就是投資哥去買給他租馬 所以無良房東就會這樣出現 可能是你遇到這樣 當然其實台灣有很多知名 比如說你說做法事對不對 對 台北市有一條知名的馬路 叫做紀南路 其中有一個巷子 也是台北市的房仲 不太愛戴的 為什麼 因為那邊是 你一定有聽過江紫翠分石案 那是江紫翠分石案的第一現場 那原本是一個老房子 後來改建成一個新的大樓了 但是從老房子時代 一直到新的大樓時代 那一條巷子 房仲都不帶 資深的都不帶 菜鳥才會去 因為我一個學長就跟我講說 他就是有一次就不知道 就走過那一條 然後他就生病 所以你要知道 江紫翠分石案的力量比較強大 那當然更有名像是林森北 不是有一棟很多人投資 然後很兇的嗎 其實有很多直銀店的房仲 是不賣那間社區的 因為那個社區 你到六樓去看看 有一整排公用的祭拜堂 有很多很多的牌位 我們有看過照片 對 那資深房仲都覺得 不要賣了啦 那賣到幹嘛 那個才沒賺多少錢 我何必咧 所以其實遇到這種房子 真的能 你因為窮死 也不要買這種房子 不然 這種房子通常會有這樣的結果 比如說 住沒多久他就發霉 因為飄比較多 陰氣比較重他容易發霉 那發霉呢 那個霉點會找到你的肺裡面 你的皮膚上面 所以到時候 你住發霉屋住久了 你就容易得癌症 然後或是說 那種房子因為濕氣重 這其實所有司機重很像 他電費比別人貴很多 所以你買了很便宜的房子 但他司機很重 你兩個月電費搞不好都要1萬塊 你要賣很多廚師機 是 那兩個月1萬塊你受得了嗎 那還不如去住豪宅一點 或者是說 那種房子漸漸可能就 就沒人要 所以生生世世沒人要 你就會發現 我不是買這個房子 照理說應該很好嗎 可是 因為按照靈文學的說法 是陽壽未盡之前 魂都在 所以這個房子就在陽壽未盡之前 你怎麼賣 價格都不會好 OK 那照史未來這樣講 當然這種房子有很多 你也許都耳聞過 可是如果身歷情境 可能感受不一樣 譬如說 瑞琪請問一下 如果你是房仲 像這種 你真的會在樓下等嗎 我們去買賣房子或什麼 你怎麼可能告訴我 你房仲在樓下 叫我自己上去 其實我們帶匈宅 我們看到匈宅這個物件 很多的眾就覺得說 這個就是想說 不要進去好了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在我的想法裡面 我覺得我看到匈宅 我看到的就兩個字 業績 因為就是有專門 有一些人就是想要去買低總價 低成本的這個房子 因為我買了之後 投資客 我就用一用之後 我再投資 然後我再組給別人 來的人一開始 他就知道這是匈宅 他其實知道 因為我們在 一開始要帶的時候 就先講 那個如果租房子的人 租房子基本上 我們不會特別去講 對 我們不會特別去講 對 我們不會特別去講 但是如果說 房東有講的話 那我們就會去講 我們常常就遇到這種狀況 就我有同事 我發現是存了很久的錢 然後也是社會記者 他就買了一個房子 結果呢 就變兇宅 然後他也是怕有糾紛 雖然他有跟房仲大哥講說 你一定要跟別人講 可是已經住了半年 人家才想說 你那個房子是不是有問題 因為我後來發現房仲 因為房仲的想法就是 怎麼講 講了就沒人要啊 你要怎麼講 你這個採光很好啊 我跟你講那天這邊死了一個 而且非常的涼爽 對啊 然後對啊 你幫你查查看 搞不好可能有樓上啦 不是這戶啦 樓上 隔壁啦 他們聽錯了 分享一下那個 我們房仲的 就是我遇到比較特別的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在這個 房仲競爭壓力很大嘛 那所以有一些比較 不肖的同業 他們其實為了要 增加這個業績的部分 那他們可能就是會 做一些譬如說 這個養符咒啊 或是擺陣 擺陣 對 擺陣 然後就希望說能夠攬客 能夠招很多的客人來 那我們 我就有一次就是我的同事 他就是要帶看房子 因為現在競爭很大 所以一般的屋主 他們通常就譬如說 一間房子會給五間中介 對 好幾個中介 對 那我們譬如說 要去跟屋主借這個房子的鑰匙 那剛好這個屋主 他鑰匙在另外一個中介身上 那我們就是跟這個屋主講說 那個中介是哪位 我們去跟他拿鑰匙 我們就到那個中介家之後 因為那個中介也不在 打電話也不通 後來他的家人 請我們進去稍微等一下 那我們進去等了之後 就發現說 奇怪他這邊怎麼有八卦七星鎮 八卦七星鎮裡面 還放了很多的鑰匙在裡面 就是他委託的這些 屋主的鑰匙放在那邊 我想說到底是幹嘛的 結果後來旁邊也放了很多 就是那個符咒 就是有開關過的符咒 然後後來等那個房仲回來之後 我們就問他 問他說你為什麼擺這些東西 是有什麼原因嗎 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才不情願的跟我們講說 沒有啦 這個是我們為了要攬客 我有請大師開關過 然後加上我就怎麼擺這個鎮法 然後他說那個符咒 基本上就是會在 待看房子的時候 偷偷把那個符咒把它劃掉 變成浮水 然後給買家喝 然後買家就會對他言聽計從 所有事情所有的瑕疵都看不到 然後他說他最近成交的 這個兩個物件 都是因為這樣子而成交的 然後他說不曉得是不是這個原因 或是說真的是買方喜歡這個房子 因為你現在有沒有回頭去想想 你以前租房子的過程 或是現在要買房子的過程 有碰到那種莫名其妙就買的那種 好像有房仲會請我喝飲料 這樣嗎 但是我都有確認都沒有開封過 是 其實如果你們 大家去看房子的時候 在房仲店或是去代銷店 那種預售屋的暗場 你看到那種桌下亮亮的 你要特別小心 為什麼 因為他通常會擺在櫃台的桌子下面 所以你去注意它的銷售櫃 或是那個簽約櫃 或是甚至是店密的櫃 那一般我們通常 正神大概是關鍋 會擺在明眼處 當然 對 大家拜個拜將 所以很多店都有 這個沒有什麼關係 然後或是你會擺什麼 黃財神 象財神 都在明眼處 那個絕對不會有問題 那如果把你下面呢 通常就是養小鬼 養小鬼有一些特徵就是 那個人會覺得陰陽怪氣 可是你會覺得講話怪怪的 然後就是人的臉是偏黑色的 因為養小鬼一定會被吸一些東西走 所以一個是這個 然後另外就是說 還是他喜歡穿偏黑色的 那個臉色是黑色的這樣子 沒有 再暗沉一點 要很暗沉 然後另外是你店裡面 其實也不會太亮 可是人也不會太亮 因為有一些小房仲 他那種就是櫃子那種 真的沒有什麼太多 同事會在現場等著你一起買賣 所以你進到這種店 你要特別小心 寧願約在外面 也不要約在店裡面 不然 因為正規的來講 其實大家去拜拜烘爐地 拜拜什麼 那很正常 把那個合約書 我也做過 就是去烘爐地 今天想要賣這一戶房子 就把這一戶房子的合約書 押在那邊 隔天就賣掉了 真的喔 對 然後你不能押十戶 因為十戶他會覺得你太貪心 你就一個月押一戶 就真的賣那一戶 沒有賣其他戶這樣 反正是合法正常的 或是押名片都很正常 你遇到養小鬼 千萬不要喝他們給的水 咖啡 奶茶跟沒有杯蓋的水 都不要碰 在任何房仲店 因為正規的房仲店給都是瓶裝水 而且打開會卡一聲就是全新的 也被動過的也不要喝 剛才講的都是那種特殊會遇到這種情形 不是每一個都會這個樣 可是你總是眼睛要放亮 或是在過程當中自己還是要小心一些 那約 如果趙瑞奇講那個 什麼那個浮水擺裡面 或是有養小鬼這些 這些要負擔什麼法律責任嗎 如果只是就是針對你的那個鑰匙 去施符咒或是什麼的話 因為其實實際上對你的人體沒有什麼傷害 可是浮水你真的喝下去 有些人可能就會拉肚子 或是頭暈或不舒服的話 這些可能會有民視的賠償的責任 我會覺得舉證會變得很難 你要怎麼證明說他真的在裡面加了浮 可能我搞不好我喝了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今天在現場 你說有房屋達人數位 然後玉恩因為住屋住了二十幾年 那玉峰因為小小一些期許以後 就開始買一些房子也當房東 那瑞奇就是房仲 你說各方之間 每個人對自己的立場或是發生的事情 一定都有自己的想法 你說他是奧房客 他說你是奧房東 然後就是說你房仲 到底有沒有盡心盡理 每個人公婆各說有利 好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都擔任過這些角色 你心裡面最不舒服的會是哪一點呢 好第一個要控訴的我們來看一下 隱瞞身分跟真相 這個我覺得如果你不是一個厲害的房東 或者是你不是一個包租代管的業者 如果你真的是手邊只有一兩間房子 然後你想說來一點補貼 加用丟出來很容易遇到 因為我們房東自己有群組 然後這群組就是故事的來源 每天看要上通告看一下 這個好這個好這個拿出來講 有一個朋友他就這樣 他是有錢人 他是有錢人 可是呢他就是房子一直有一些損壞 然後我們就跟他講說 房子沒辦法 你租便宜沒關係 但你一定要租出去 租出去第一個你水路會通 第二個他會開窗 所以空氣會流通 因為我們常講如果沒有人氣的話 那個房子不知道為什麼 這很玄 為什麼就容易發霉 然後就容易出一些什麼的狀況 都很容易 其實大概就是一年 一年就這樣 飄就進去了 然後飄進去呢 房子就更容易發霉 OK 那如果說你便宜租給他們 我們那時候是跟這個房東先生講說 你就是便宜租沒關係 你找好房客 你想想看嘛 他還會幫你開冷氣 他還會幫你開廚師 那等於說你就想嘛 你租一點 然後你貼補一些稅金 地下稅 房屋稅 然後他還可以幫你保持這個房子 然後我們就勸他之後 他就說好 然後他有一天就很高興的告訴大家說 我租給一個公司的總經理喔 這個就沒問題了 結果沒想到簽約完 好 押金也付了 第一個月就開始拖了 我很忙耶 你賴給我太太 太太就說我很忙耶 你賴給我先生 第一個月就開始拖了 但是他不是不給喔 他就原本說兩萬好了 給個八千 第二個月給個五千 你總經理耶 對啊 可是他就是維持這個狀態 維持這個狀態 他就是如果你完全不給 可能這個房東也會去給你強制執行 也會覺得你在奧給我就是這樣 他就是要拖你的這個耐心 然後到第四個月的時候 房東先生上門了 跑了 跑了 對 跑了 然後呢 因為房東先生有鑰匙嘛 然後就找來了里長 然後找來了管區 就打開 哇 裡面跟炸彈炸過一樣 因為他當初租他便宜 他就只是希望說 讓他雇這個房子 結果沒想到呢 馬桶也被塞東西了 然後呢整個房間弄得亂七八糟 然後他就想說 總經理 打電話去沒有這個人 然後地址Google下去 根本沒有這間公司 就是他自己去印的 然後我們就想說 連帶保證人 連帶保證人 連帶保證人應該有機會求償 就他太太 所以呢他們雖然身分證是真的 可是呢 這些人就是跑路的 對 真的是他太太 好 可是就跑路了 所以連帶保證人 我覺得最好也不要太太 因為這兩個人跑路的時候是一起跑 對 然後呢他經過了幾個月的療傷 他又說 他有一間透天錯 他要從哪裡跌倒 從哪裡站起來 好 透天錯他這次 他就決定說呢 我不要再找這種什麼 總經理啦 就是那種道貌岸然 然後開B&W 開賓士來 然後他說不要 他就是慢慢的挑慢慢的 挑到了一個小家庭 這小家庭 還有兩個小孩子 所以呢就想說 這個不錯 問大家的理解 大家一見就說有小孩最好 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 如果他在這邊念幼兒園 是不是念小學 念小學是不是念國中 小朋友的這個 一連貫的教育 他就不會離開 那你這種小家庭 至少比較單純嘛 對不對 但是他的透天錯 也發生了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 住進去之後呢 欸 怎麼鄰居都說 好像不是那麼單純耶 是小家庭嘛 然後呢他就說 對啊 他太太應該就在附近 因為老公在上班嘛 他太太就在附近 當幼兒園的教師 可是他們說 進進出出的 都不是一些正常人 好像像是八加九 跟有恰理這樣子 他想說 會不會是來找朋友 年輕人愛派對嘛 有一天鄰居要打給他了 他說 這次來的是警察 警察跟警長說 叫你要不要來 拿鞠票跟搜索票來了 然後被弄問 然後他就趕到現場去 趕快把他打開 幫忙開鎖之後呢 原來 他們這一隊也是假夫妻 小孩子可能也是租來的 做什麼呢 做詐騙集團的機法 喔 所以呢 等人弄下去之後呢 就跑了 那他跑了之後呢 最近沒有拿到就算了喔 那個通知書來了 他被傳去的詐騙集團 對 他說提供處所 然後他就跟檢察官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租房子 我也是受害者 對啊 然後檢察官就說 你當初怎麼沒有 刪盡查證的責任 他說 我怎麼會知道 反正呢 到最後還要花一筆錢 去找律師 對 不過這檢察官這樣問也是 那我要怎麼查呢 我要去查這小孩 跟他是不是有血緣關係 就你的身分證給我看 對 然後包括你太太登記 是不是他 可是因為像這種 你三不十在 社會心理人物裡面 就會看到被租去 就像詐騙集團的機房的 當賭場的 很多聽到都是這個樣子 最多是映招戰 喔 映招戰 一龍一鳳 對 一龍一鳳 什麼什麼 那像這些呢 那房東呢 房東也是要自己小心 那第一個就是說 你在簽約的時候 你就要查證他的身分證 像剛剛玉峰你講的 他可能只給你名片 你就相信他 那現在最好是簽約前 你可以看一下身分證 那請問一下 我就因為沒有查他的身分證 我當房東 我不過就是想要租出去 就算我有他的名片 好嘛 你說我沒有查清楚 我這樣子 就要跟詐騙集團一樣 其實不會那麼的嚴重 就是你一定會被找去調查 但調查不代表說 你真的就會變成共犯 因為我們要成為共犯的話 除了說你要有幫助的行為 例如說你提供房子 那你還要主觀上 你知道你自己在幫那些詐騙集團 那所以這時候玉峰 你就是你或是你朋友 就是抱歉你朋友 就要想辦法去證明說 這是什麼的意思 其實是你朋友 就要證明說你不知道 他們把這個房子拿來當作詐騙集團的機房 或者是說那個劇毒使用 我覺得可以預防的就是 你沒事的時候 可能偶爾要去租屋處尋一下 雖然我最討厭房東做這種事情 或者就是你要跟那個 你的那個房子附近的鄰居 就是關係要好 所以你看你如果 跟鄰居關係好的話 鄰居發現出入的人有異常 就會跟你說 那再來就是 如果說假設他的水電費賬單 是房東在繳的 有些是他會自己 有些房東會請租客自己負責 那有些是會透過房東 那如果是透過你 你發現電費異常的話 例如說他當作機房 他電費可能會很高 那如果你發現電費這麼高 你都不覺得說一個小家庭 電費這麼高很怪嗎 那這樣子檢察官或是警察 就會覺得說 你可能有 未必故意 就你可能大概知道 他們在做什麼事 那搞不好你還有分贓之類的 可是剛剛為什麼要請教約恩 因為有很多的房東 我相信 就是房子租出去就是租出去 而且他會講 戴琳啊 我的合約上面都有寫啊 就是他不能拿來 因為一般制式合約裡面有這一條 就不能夠違法使用或什麼 我哪有怎樣 他上面都寫了 而且一般有很多的房東 就像剛剛約恩講 你也很討厭房東 到那邊沒事三看五看的 所以一般房東是不會去做這些事情的 那你不能因為我沒有去 然後我相信台灣是個善良的社會 我相信我的房客都是好的 然後就這樣 對 當然剛才約恩講的時候 可是你的麻煩就是 那你就會被傳嘛 你就去三不五時就去解釋嘛 所以與其這樣子 是不是過程當中 還是要小心一點點是這個樣子 OK 好 那可是 可是那個演 那個剛才還要找人來演 然後還要 想不到哪借來兩個小孩 還是租來當靈演這些 可是因為你自己有碰過 有碰過二房客二房仲的 有 因為我不是租了二十幾年嗎 所以我最近就開始覺得說 我租的租金的價格 不如拿來買房子 就是其實已經可以買房子的 不投其款了 所以我最近就有開始在看一些房子 然後後來已經有買了 但是在這個找房子的過程中呢 就是有碰到蠻多有趣的事情 大家如果在買房子的時候 應該最怕就是遇到 買到凶宅 對啊 像我們剛才講的對 那我也知道說要 避免買到凶宅 就是要先去跟鄰里打聽啊 上凶宅網看啊 然後到處問啊 可是我有一個經驗是 在做完這些所有的事情之後 還是差點買到了一個凶宅 那是一個在新北的物件 大概二十幾年 然後是兩房兩廳 那它的那個 因為它是集合式住宅嘛 所以有很多洞 那我看的那一戶 就是它一整層是有四戶 那我的那一戶 就是除了我那一戶之外 還有另外三戶嘛 所以我有特別跟房仲說 那能不能讓我就是 大概認識一下說我的 其他幾戶 對 房仲也很好啊 就是我們在看的時候 可能在電梯間 或是剛好那個人就回來 所以就有遇到 就有閒聊幾句 那我就感覺他們都是蠻好的人 接下來呢 我正準備要下斡旋的時候 因為就談的蠻順利的嘛 下斡旋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有 身邊有一些朋友 也是準備要買房子 所以我們就會常常聊天 那我那個朋友知道 我在看那個新北的物件 他就跟我說 那個 因為那個住宅其實蠻大 就是一個蠻大的社區 然後我朋友剛好看到 他的那個同社區的另一棟 也有要賣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 裡面我有看到 我們B洞 你要買的B洞有人要賣 那我也想要去看 那我就說 欸 好啊 那我跟你去看 看的時候 因為他們電梯是獨立的 所以就是搭不同的電梯 那在搭那些 跟我朋友的那一棟的電梯的時候 剛好遇到那一棟的住戶 對 然後我就剛好跟他閒聊說 欸 其實你們這個 這個社區還不錯嘛 因為他的公社啊 什麼中庭都維護得很好 我就說 你這個社區不錯 然後 其實我朋友要買這邊 那我其實是要買隔壁棟 這樣子 然後那一個 電梯裡面的那一個住戶 聽到之後就露出神秘的微笑說 喔 你說A棟嗎 你們那一棟的幾樓 有一個VIP喔 這樣 然後那個樓層剛好就是我要買的 對 然後我就嚇到 我就問 VIP是什麼意思 對 對 你們那一棟的幾樓 你們那棟的幾樓 你們那棟的幾樓 有一個VIP喔 這樣 然後那個樓層剛好就是我要買的 對 然後我就嚇到 我就問 VIP是什麼意思 對 對 因為我想說 我不是有看了另外三個鄰居 都很OK嗎 對 然後沒想到就是 他說其實你們那一層 有一個VIP 就是常常常都會在 區權會 或者是管委會的時候 就是衝去大吼大叫拋銷 然後做一些很不理性的行為 對 然後我就發現這件事之後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所以第一件事我當然就是問房仲 就會說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房仲就會推託 我知物其實說我不知道啊沒有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我看的遇到的那三個住戶 疑似都是那個房仲找來當鄰居的 哇 找三組人鄰居啊 就是像剛剛分享的那樣啊 就是會找演員來 沒有我覺得 一元買的這個房子應該是五千萬以上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用金比較多 我們才能夠找到這麼多鄰居 才能夠發通告 他當然是說沒有這件事情 你剛剛就講說還有在電梯 然後有人剛好回來 對啊 因為我後來回想 所以你覺得那都是設計好的感覺 不是來回想 那個房仲每次跟我約都說要約早上 就是上班時間 所以剛好都是那些住戶可能根本就不在 然後他是請鄰居來演的 因為發現這件事所以我就不買了嘛 就是什麼千金買房 然後萬金買好鄰居 對 所以那個後來我就沒有買 那我朋友有沒有買呢 我朋友後來也沒買 因為他後來要告訴我一件更驚人的事情 原來我本來要買的那一戶 就是是兇宅 可是不是說不是 你也上什麼網啊 什麼什麼查過都不是嗎 他是中間有洗白過 就是十幾年前 那個裡面有屋主的女兒 就是因為學業壓力太大 然後就有自殺在裡面 那雖然轉手了很多次 但是可能在內政部的定義上 不會算是兇宅 但是通常買家還是會心裡有疙瘩 所以價格還是會影響到 所以其實房仲或是屋主 其實會盡量不要讓大家知道這件事 可是你是在那個我選 或是你本來看那個價格的時候 跟一般的物件的價格沒有差很多 所以沒有什麼兇宅 有比較便宜一點點 只便宜一點點 對對對 OK 可是剛才約恩講的 就是現在的一個法律上的一個落差 所以什麼兇宅 在一般人的認定上 就是房子只要發生過這樣一些事情 他覺得就是 可是照我們的法律上 那就是第一手發生事情 在A屋主的時候發生事情 這叫兇宅 賣給B屋主 賣給C C如果再賣出去 他就不用跟你講了 不過可是生生世世 如果C拿去告的話 他還是兇宅 因為你沒有跟我講 你沒有跟我講一手一手告 因為曾經案例有十幾年的兇宅 中間真的是住了沒事 結果他還是被告說 我不知道我住得好好的 真的住得好好的 人家還是被告 所以我覺得說實話 買房子還要找一種 靈異體質或是敏感體質 去看房子比較有效果 我有一次去看房子也是這樣 看著看著都覺得 這房子不錯可以買 可是我媽媽突然間覺得怪怪的 就說你要買房子嗎 我去幫你看一下 總之他跑去看一下 就說這家裡有三太子 房子裡有三太子 我說你怎麼知道 你又看不出來 我是專家 他說你看那個門上面有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小小的符咒貼在上面 因為我媽媽可能比較敏感一點 所以她看得到上面有什麼東西 對我們來講只是一個符 通常門上貼一個符 大概不就是招財 吉祥 可是不對 其實通常貼符都是有問題的 門的正上方通常會有紅杖 對不對 紅杖是正常的 如果說你貼什麼 什麼耶穌愛你也是正常 各種宗教都有 有人買八卦鏡 八卦鏡就不對了 真的喔 因為八卦鏡一定是對面有什麼東西要反彈回去的 所以八卦鏡不對 可是如果說是反八卦也怪怪的 因為沒事幹嘛吸什麼東西進來 就是門上最好不要有東西 有東西就怪怪的 那如果你們進房子 我教你們一招叫做望聞問切 望就是看一下有沒有黑黑的 其實律師大概講法律 可是房子不講法律 有凶宅或是發生過事情 那個房子都特別暗 因為它原本設計的比較暗 所以容易發生凶宅 聞是去聞一下 有沒有遇到那種 臭不臭不的味道 因為有時候客廳沒事 但臥室有事 那有可能他是在臥室親身的 就是每個房間都去聞一聞 對 那如果浴室有特別臭的味道 那不要講兇宅 至少那個浴室代表樓上的大便特別臭 所以您家會特別臭 好聞 那問呢 問一下鄰居 那問鄰居呢 千萬不要用律師辦案的方式 你隔壁有沒有兇宅 你們在設計有沒有兇宅 誰理你 你要確診說 聽說這裡感覺 然後林基鈺 那種 那種八卦心就出來了 對 他就什麼都跟你講了 我其實也是來這邊住 我也不知道 就覺得感覺怪怪的 你不知道跟你說 這就有了 所以你要去找門口那些 樹下坐著閒聊的那些人 或是隔壁的早餐店阿姨 他什麼都跟你講了 那切呢 你要敲一敲 中醫是把脈 因為有些房子它真的是這樣 在牆壁上會貼木頭的壁板 或者是天花板用木頭把它貼起來 或是這種壁紙 那有一次我看一個房子是 它天花板呢 是油漆的 可是呢 那一天剛好那個下午 然後陽光照到天花板 我一看 它天花板有一個像 八角形的天花板 那一看就知道以前那是公廟啦 只是說它公廟 你看那個天藻有沒有 因為常年的熏敗 所以它是熏黑的 然後那個投資客 隨便噴就把它噴漆噴掉 所以一般看是白色 可是事實上陽光對著看 它是一個天井型的那個 所以那個地方飄會特別的多 不是那種有壁紙啊 牆壁有這種東西 而且是那種牆壁有木板的 打開來通常兩件事 不是漏水 就是你沒有藏符咒 因為如果有問題 臨時藏起來 不讓你看到 然後不敢動把它貼起來 那還有一個大門喔 房子的大門如果有貼春蓮的 就正常啊 貼春蓮不好嗎 可是像這個時候 如果那個春蓮是全新的春蓮 就有問題了 你說不是過年 對 不是過年 然後貼了一個全新的春蓮 那個全新的 那只有一個東西是 它裡面是封條 因為法院封條不能拿掉 對 法院封條拿掉的話違法 所以他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 所以你發現不對啊 怎麼貼個新的呢 那就是一定有問題 喔 但史惟剛剛提醒他 因為我們以前在讀 強制執行法的時候講 法院封條貼 現在都會跟法院的執行處講說 多難看 大門貼成這樣 對 你貼旁邊一點 那執行 那執行員有的也比較好 他講廁所在哪啦 好啦 那廁所門後面 反正只要有貼就可以 那剛剛史惟講 就以前真的就貼在那怎麼辦 你不能撕 有的人就真的是把它給蓋起來 怎麼遮 怎麼蓋 去用這樣一些方式 觀眾朋友 你想想看 你自己看我們牛乳 或是你平常在看到 很多一些網站上的一些東西 你如果看到史惟來買房子 你敢去框他嗎 或是你敢去隱瞞東西嗎 但你真的碰到 有人也是演戲給你看 有 你知道 因為我現在看房子 大概都是戴口罩去的 其實這麼多年 我都是戴口罩去看房子 然後不要講任何話 因為你講話就會被法公發現 什麼都不用講 所以有一次就是 一樣是陪我看房子 帶我去看一下 然後看著看著 我就進去那個房間 就說你屋主在 所以 可是還是開給你們看 因為今天難得屋主在這樣 他平常不開門的 然後我想 做戲也做這麼漂亮 一開始就這樣 那屋主在哪裡 在主卧室睡覺對不對 他說 小聲一點 屋主他說是可以的 然後我們就 我一定要看 在幹嘛對不對 屋主真的在主卧室裡 躺在床上 但是我就覺得 我還是要看一下 不好意思 我看一下你的房間 衣櫃看一下 然後這屋主就起來了 起來很正常對不對 他是穿內衣跟內褲 一個中年男子 然後又有小小的肚子 然後這屋主就起來了 起來很正常嘛對不對 對啊 他是穿內衣跟內褲 一個中年男子 然後又有小小的肚子這樣 我心裡想 你站起來在幹嘛 你怎麼不穿個褲子 穿內衣內褲 敢不看靠的這樣 可是他就站起來 在房間裡收東西 那就是這樣 不讓我看房子囉 然後又穿著內衣內褲 也是像要嚇唬人家嗎 然後我就是 好吧隨便看一看 我就覺得好吧 那我們尊重你一下 免得到時候 以後再偷你東西 好啦出來了 開始看別的地方 然後我就說 我就看一下廁所 看有沒有漏水 很重要 然後屋主不見了 突然間屋主跑去上廁所了 那我想 好吧你上廁所 等你出來好了 然後我們就在旁邊看 然後我故意在外面講說 哎呀 那個房仲先生 那個什麼時候可以看 什麼可以看廁所 應該沒有漏水吧 你這邊有沒有漏水呢 沒有漏水 沒有漏水 你可以看一下 還在裡面 然後我就覺得 聽到聲音了 他開始洗澡 就是不讓我看就對了 我就跟他耗上 我說好沒關係 我在門口等著 看你什麼時候洗完 就去看其他東西 主臥室也全部都看一看 那當然因為中古房子 該漏也是哪裡都有漏吧 然後他也是不出來 最後我跟房仲說 你要不要請他出來 不然我們下禮拜 還要再來看一次 然後後來屋主專員出來了 裡面全都是煙 就是要洗個澡 有喔 熱水澡 出來洗澡 還是穿那陰淚褲 然後經過房仲的時候 他給房仲一個奇怪的眼神 被我看到 就那種有沒有 我就知道了嘛 就OK OK 就是自己同事嘛 然後我就不管就進去 全部都是煙看不到 我就把那個門翻翻翻翻 把那個煙刪掉之後 天花板打開 果然還是漏屎 對啊 所以你要騙也是騙不了人家 但我們知道 因為我以前當房仲的時候 在遇到真的要買房子的時候 一定要去假扮當客人 當屋主 當屋主不會穿西裝嘛 一定是穿怎麼樣就是這樣 那如果今天不讓你看 一定是穿著 不想讓你看的東西 對 就是越醜的 越肥的身材 越能夠達到效果 像上禮拜 我們社區有醫護拿出來賣 門口站著10個房仲 三三聊聊在聊天 那為什麼站10個 因為他10個房仲 同時帶客人上來 你要想那個房子 三房兩天也沒有多大 小小的 10組客人怎麼塞 他不管他故意給你塞滿滿的 那我那一看就知道 這10組大概有5組是假的 就是房仲的好朋友 假裝5組要去賣的房子 那這種事我也幹過嘛 我們就一定會講說 這房子不錯 老王我這邊有一間房子 你要不要買這樣子 或是那個什麼 豬鬼假裝討論熱烈 而且我們還會假扮 是故意到隔壁房間 講很大聲給你聽 因為跟你旁邊講得太假 可是在隔壁房間 然後又聲音要大到 讓你主語剛好聽到 對 可是我有在避嫌 我是在隔壁房間 可是因為10組客人人這麼多 怎麼可能避不了 所以就是遇到這樣 我們那些房子都是這樣賣掉 瑞琦 你們現在也是這樣嗎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我真的要為我們的房仲 要來喊冤一下 我們真的不是這樣子 這個是冤枉 天大的冤枉 我們真的非常的無辜 我們做房仲說實在 不務業 業務性質 那我常常我遇到就是 我曾經有當過房東的工具人 那房東工具人為什麼呢 就是我有一個房東 然後他 我有幫他承租一個房子 然後他其實名下 有很多的房子要承租 但是我當然也想要做 他其他的案子 當然 對 那有一天呢 這個房東就打電話給我 說瑞琦啊 那個我有個房子 那怎樣怎樣怎樣 那你會過來一下 那我就過去了 然後過去以後 那個房東就跟我講說 瑞琦 是這樣子的 因為那個房子我要跟你談 但是我現在有一點事情 我要去應酬一下 那你是不是有開車來 那你方便載我去 什麼地方什麼地方 而且不是去一個地方 還去了好幾個地方 甚至到最後還到餐廳 他去跟朋友用餐 我在外面等了他一個小時 那你不就是他的免費司機 就是比Uber還要Uber你知道嗎 Uber還有收費 有送他回家嗎 沒有 然後最後有送他回家 那有送他到房間嗎 沒有沒有送到房間 沒有送到房間 然後我們就是 這個我們當司機也就算了 那其實有時候 我們還要幫房東 不然房東可能有事 或是沒有辦法 然後幫他繳管理費 然後幫他處理雜事 然後甚至有的還要 我們還有同事去幫房東帶小孩回家 這些都有 對 這些都有 我常常都會覺得說 我們到底是在做房仲的事情 還是在做管家的事情 對 然後這個事情 可是那些房東都不會 平常一般人會覺得不好意思到 就你既然幫我做了這麼多 好歹我們可以成交一個什麼房子 或是讓你有一點業績 會不會有人最怕的是 有人所有這些都享受完了 但是一個業績都沒做到 有 真的有 有 就是因為我們常常都在想說 林玉峰會幹這種事喔 對 因為我們常常都在想說 好壞喔 林玉峰 我們是同一邊的 你不要這樣子 對對對 因為我們的想法是很單純 我們就是想要經營人脈 當然啊 對 那還有就是 我有遇到一個買方 那我覺得這個買方是有點小心機 常常我們有時候就是要約看房 而且看房不是看一次 大概前前後後大家看過了 十幾天的房子 但是他最後最後還是有跟我買 是沒有錯的 但是這個過程 我說在我這個一定要 好好的講一下 好好的來爆料一下 就是說這個買家呢 他來看房子的時候 他每一次都是約中午的時候 用餐的時候 然後用餐的時候一定都會帶 可能就是三個朋友四個朋友 一起來看房子 然後看完之後 我想說帶朋友來看房子沒有問題 那看完之後他就說 瑞奇啊 我們要不要一起用餐 我們要不要一起用餐 好 我們就去用餐了 我想說好 用餐嘛 然後用完餐之後 他那個眼神看著我是不一樣的 就要結帳了嘛 就說那 好 那我就想說好吧 那就沒關係嘛 因為我的想法都覺得說 這些就是朋友嘛 客人的朋友 那我覺得那就沒關係 愛無其無嘛 然後我們就幫他結帳了 然後結帳完之後 第二次看屋 第三次看屋 都帶不同的朋友來 真的喔 都帶不同的朋友來 然後有時候就是請飲料 有時候就是請他們吃飯 或是幹嘛之類的 後來到最後 我就有跟他反應 我說這個張姐不好意思 是張姐嗎 不是一個靈性漂亮的女律師 是張姐 是張姐 我就說張姐 張姐 我說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 常常就朋友來 那這個總是用餐時間 我們可以約其他時間嘛 我們不見人要約這個時間嘛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說瑞奇 我跟你講 這個人脈你要好好經營 這些都是準備要買房子的 他們口袋都是很深的 對啊 你不要想那麼多 張姐介紹的都是這些 這些都是未來的客人潛在的客戶 好 我就被他話術完了 然後話術完之後 他的朋友他說 朋友會想要買房子會出陌旋 朋友真的有想要出陌旋 但是2000萬的房子 他跟我講說 我想要1000萬買這房子 我陌旋給你 你幫我去跟屋主談 2000萬的房子他出 他只要1000萬就要去陌旋 他只要1000萬 他要1000萬買 然後他就給我10萬塊陌旋金 他說你去幫我談 然後那個張姐說你看吧 你看我的客人 你看我的朋友 是不是真的有出陌旋 你要是趕來跟我講2000萬的房子 1000萬我就走 然後我打電話 不是 我打電話 我打電話跟屋主 要去講這個價錢的時候 說實在也被罵 他說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你現在在爽嗎 你以為我在鬧鬼 那時候是因為 剛進來這一行的時候 我們真的就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人家講的沒錯 我的朋友確實有 有想要讓你做生意 只是你沒本事你做不到 確實 你沒有辦法把2000萬壓成1000萬 那時候剛進來的時候真的是覺得 這個是房中的一個潛規則嗎 還是怎麼樣 而且瑞奇會不會有時候 成交了一個房子以後 到時候算一算 那所有的佣金 服務費不夠 對 結果後來往回推 結果還倒貼 都請完了 像剛才講的 會有找人來這種騙子騙 所有這些東西 對你們來講的話 房東 或是無阻 很多的 當然不是我 李律師 這個不是我的故事 這是我們那個房東群組 因為很多人不太願意租給老先生老太太 但是現在有很多無良的兒女 什麼叫無良的兒女 他們第一次都是自己來 然後給名票 最近在這個學校 我在這個公司上班 然後第一次 好好好 反正就是表現出愛要不要 然後到第二次的時候 他就會說 那我爸媽要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那也合情合理嘛 爸媽總是經驗老到來 那你都會覺得說 這房子誰要住的 當然是兒子或是女兒 因為爸媽只是來幫忙看頭看後 對不對 朋友發生過一件事情 他就是女兒來簽 簽了之後呢 最後是爸媽住進來 那那個房東也是覺得怪怪的 是鄰居跟他講 他說他怎麼都是老先生老太太來 你不是說租給一個女老師嗎 好 那住上了之後也沒辦法趕他走 因為你還在合約的存續期間 你不能趕他走 而且那裡面又沒說 只有那個女老師能住 對 好那重點來了 後面就是開始租金就是 不付 然後呢 房東咕咕咕找上門 女兒不在 老先生老太太就是這樣 好 那也就算了 我們就勸他說 反正你也會老 你就當做善事 以後呢你會有一些散報什麼的 鄰居又開始打籃了 就說 欸你已經住了 那味不堆喔 哇 他馬上問我 說味道不對 我說那一定是命案啊 哇 如果味道都已經出完 一定是命案啊 他就去喔 去喔 這個老先生也開門喔 他就說那我老朋友說那你太太呢 說我要去復健 外傭帶他去復健什麼的 結果他就聞 這個味道有點檀香的味道 然後呢 又不像是那種命案的 然後呢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好 再過了幾個月喔 鄰居就說你這個一定有問題 這個味道越來越重了 而且是整個那種梯間都有 我就說你帶警察去 他說你不來幫我聞一下 我說你不用聞了 鄰居告訴你大概就重了 這個你就不要為難小楓了 你就自己去 好發生什麼事情 老太太走了 然後呢這個女兒 反正當初只是要租一個地方 丟包子對父母 那當然女兒就不會出現 那老太太最後因為 就是有一些賣心病就死掉 老先生也不知道怎麼辦 或者是傷心過度 他沒有報警 你沒有找葬儀社 他就把太太留在客廳 然後呢每天就幫他擦身體 然後開廚師開冷氣 所以你會覺得有時候味道出去 有時候又沒有 他就慢慢慢慢的 然後把這個老太太 後來張儀社移走之後呢 那邊就留下了一個形狀 那朋友真的很過分 還拍照床給我看 問我怎麼辦 我說那你這個洗石子 你可能要找專業來清理 那清理完以後呢 我看你要不要 就像史偉教的 做個木頭地板 我可以直接住起來 對就把它弄起來 那弄起來之後呢 其實也還好 他那個時候就把它 他就突然開始信教了 我就說你不是拜拜的話 就要信教 我說哎呀 我跟你講啦 這個我們這房子要再租 就要找那種 可能比較沒有那方面的顧慮的 所以他就用一個 租啊平安喜樂的那個人 然後再弄個十字架 後來就租給一個年輕的上班族 年輕上班族過了一個禮拜 就打電話給他 他說房東先生 你房子有沒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他說沒有啊沒有啊 聽哪個鄰居亂講 他說沒有啊 鄰居沒有跟我講 可是我說半夜睡都不是很安穩 然後肚子都會很痛 然後房東就想說 他自己心裡有鬼 他說你肚子怎麼會痛 他說我都看到一個老太太 在幫我蓋棉被 然後那個房東就是 他也知道在騙不下去 他說好啦以前有發生一個狀況 可是他在法律上面 他也不算兇宅喔 他是冰屎喔什麼的 可是他打開門之後呢 他就說他腿軟了 因為呢他那個房子其實蠻小的 他就是一房一廳 所以他當初有弄得很漂亮 所以他客廳還有一個大螢幕 所以他認為說 年輕人應該就是睡臥房 當然 可是因為年輕人要打電動 所以他就直接弄了一個床鋪在那邊 就在電視前面 所以他每天睡的地方 就是當初老太太 就是那個痕跡 對 雖然已經木頭地板蓋起來了 可是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也是乖乖的 就是該還的訂金押金都還給人家 OK 可是因為兩件事 第一個 剛才鈺鳳有講 嚴格縮解他那不算是兇宅 所以如果要是房東就跟你講說 那沒辦法 我這又不是啊 所以我就算不給你怎麼辦 第二個 他剛前面講說 那個前面發生老太太那樣的事嘛 可是當初來簽約或是來出面的 都是他女兒 可是人家住的時候 就是老先老太 那你也沒有辦法說 不管 我就是不需要你們住 你也沒辦法趕啊 對 應該是說簽約的是女兒嘛 所以如果因為女兒的爸爸做了這樣子的事情 把屍體放在房間你可能造成了什麼 就是有味道啊 或者是有一個痕跡難清楚的話 主要還是對租客 就是房東是要對租客去求償 就是對他的女兒去求償 可是你要對他求償 你要求償 那他想說那造成你什麼損害 例如說他要重新就是把那個味道去除啊 清潔的費用啊 或者是說要鋪木地板 或是把那個血水還是什麼洗掉的費用 一間房子兩三千萬 我打個關事 哪個兩三萬 因為這個確實不會是在那個 我們內政部的定義上的凶宅 可是其實像剛剛那個大哥講的 其實案子如果真的到法院的話 法院認定的那個凶宅的定義又不太一樣 對法院會覺得說 你只要有實際上的一些行為 造成這個房子將來的價值的減損 不管說你在賣 或是在租的時候的價值的減損的話 都有可能法院會判說 可能會需要有一些賠償的數額 可是剛剛講說那個新住進來的房客 就像他說晚上有夢到 然後他也幫他蓋棉被 然後有什麼東西或自己覺得不舒服 可是你如果想說你要解約 如果房東就是不解 租到兇宅的話 有一些見解是認為說 可以類推適用那個就是買賣的 就是買賣的是像 房仲或是賣家有告知的義務 那像玉峰這樣房東有沒有告知的義務 有一些見解 他的朋友 好好 sorry 道律師我覺得你對我真的很想不開喔 我直接幫你當成房東 你很多房子要出租 對就是會有告知的義務這樣 但是又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因為他那個不是那個兇殺或是什麼 非自然失望嘛 所以也不會說是真正定義上的兇殺 所以我覺得那個大學生 要解約是有點困難 OK 所以最後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不管你是買房子 不管你是租房子 我就講 你是希望住到一個 你自己覺得舒服的環境 一定是這個樣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些 判斷的依據或徵兆 可以來判斷說我買這個房子 或我租的這個房子是OK的 好 絕對就是你要看著對方的眼睛 不管你是房東還是房客 好 然後你要問一些 所有的關鍵字問過一輪 比如說這房子有沒有事情 有沒有出過事 那如果房東說 沒有 這沒有出過事 有故事的房子 有沒有故事 沒有 這沒什麼故事 眼睛開始砸 閃爍 對 閃爍或是開始 迴避你的問題 就表示房子一定有問題 那你要先問過一輪 包含房仲站內 因為我們人都有良知 除非他是很黑的 可是有良知的人 他真的會 他會覺得怪怪的 這個反正律師問完 就是大概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在乎說 這個房子有沒有兇宅出過事 問一下 我覺得他如果有怪怪的 就表示這房子真的有問題 然後第二個是說 找比較敏感的三姑六婆 一起去看房子 會比較準一點 尤其是年輕男女 真的啊 或是說阿公阿嬤 那他最可能是帶嬰兒去 那貓咪跟動物也都可以 都會幫助你去判斷說 這個房子到底是平靜 還是不平靜 你以前自古就聽孟母三千 不是嗎 我們從小讀的時候 都說孟母三千什麼 那是為了找一個好的環境 其實現在的人 我講不管你是買房子 不管你是租房子 希望環境好 希望自己住得舒服 當然功課自己一定要做 找到一個好的房仲 也非常重要 當然有良心的房東 或是房客自己也不要變成澳客 這可能是所有這個循環裡面 都是需要的 OK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 觀眾朋友收看 鄭鄭有時 我們下次見 掰掰